北京时间6月24日2022年NBA选举大会正式落下帷幕 其中状元的这个班凯罗榜眼的霍姆格伦以及炭花这个小甲巴里史密斯 是分别按照顺序是被魔术队雷霆队以及火箭队选走 那至于参加选举的四位中国球员曾藩博郭浩文宇嘉豪以及张震灵 是全部没有收到来自NBA球队的橄榄枝 那么这样的消息也让国内球迷产生了失望之球 毕竟NBA的舞台已经太长时间没有出现中国球员的面孔 那纵观以上四位参加选球的中国球员 其中张震灵和郭浩文没能入选完全是情理之重 毕竟两人无论是身体天赋还是投篮的稳定性 确实没有办法与欧美球员相比拟 但针对曾文博和于嘉豪的落选从一定程度上来说确实是非常可惜 一方面小曾和于嘉豪在选球开始前 是累积视讯的球队已经超过了两位数 美媒还一直表示他们实行过程非常出色 另一方面两人天赋也是国内领先级别的按道理来讲 也应该拿到一个夏季联赛的合同 那可结果就是希望把全部破灭了 那么就在这个时候中国球员踏起NBA是迎来了峰回路转 因为在选球大会结束后有一名球员收到了征战夏季联赛的要求 该球员正是上海拿来新兴后卫郭浩文 而向他递交合同的则是独行侠 据悉双方已经达成了合作协力 如不出意外的话球迷就能在NBA夏季联赛上看到中国球员的身影 那因此来看独行侠确实对咱们中国球员情有独装 无论是从最开始的胡卫东到此前的DN宇航还是如今的郭浩文 俱乐部他是确实在一直给尝试的机会 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会冷嘲热讽 郭浩文这样出去算了两个月比 打一个赛季的CBA都要强知道吧 那DN宇航当年在国内联赛打得好 完全要归功于他参加了夏季联赛 所以郭浩文需要做的就是全力争取机会 虽然很中肯说一句实力打不是NBA 但起码开过一下眼界 了解一下什么才是职业篮球 另外啊扩展一下 思图再来分析一下 曾帆博无论是能力和天赋都大于郭浩文 后者能够打夏季一连赛 就说明曾帆博很可能在后续也会收到一些球队的盖篮志 那最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 还请球迷们试诺一代